在這個網路斷線比大地震還要嚴重的數位時代 不管是社群媒體還是各種網路商店 現場服務可以說是越來越全面和多元化 而科技帶來便利的同時 個人隱私和非法交易的風險也在快速提高 對此歐盟16號就提出兩項新法規的草案 分別是數位服務法和數位市場法 希望可以藉此保護用戶的數位安全 還有保障在歐洲經營的企業有公平競爭的環境 這也代表像是Google、Facebook、Amazon等等的科技巨頭 需要改變他們在歐洲的商業模式 否則將會面臨最高年營業額10%的罰款 還有可能被迫撤資或出售部分業務 這是我們在維持最重要的平衡 數位服務法最核心要約束的目標 就是用戶數超過4500萬的超大網路平台 要求這些科技巨頭要更嚴謹的審查平台 刪除非法或有害的宣傳內容 另外也需要標示資訊本身是不是廣告 還有揭露廣告的出資者等等 歐盟就表示推動這個數位服務法的目的 是希望保護用戶 在使用網路服務的時候 享有數位安全的基本權利 並且要求這些科技巨頭 負起強化網路平台透明度的責任 我們尊重商品 我們說 他們越大越大越大越有越要求 我們是領埋的是重要的 其他人說 他們應該要給我們清晰 給我們利益 給我們領域 至於數位市場法則是要避免市場 產生不公平競爭的現象 要求在網路市場有重大影響力的 這些資訊守門人 禁止拿大量用戶數據 來進行市場競爭 或利用自身在市场上的独占地位来偏袒自家的服务 如果违反规定 职业科技巨头将会面临年营业额6-10%的罚款 那拿脸书2020年的营业额来换算 罚款最高可以达到近71亿美金 相当2130亿台币 目前根据一名接近欧盟主委会的消息人士指出 符合这个新规定中 首门人定义的科技巨头 包括美国的脸书、亚马逊、苹果、谷歌、微软和社群媒体Snapchat 中国的阿里巴巴集团和字节跳动 荷兰的booking 还有韩国的三星 那这两项法案堪称是欧盟史上 针对管制科技巨头最严厉的措施 也代表欧盟正在重新打造一套数位市场的竞争规则 12月8号英国90岁富人激男接种了辉瑞药厂的疫苗 成为全球第一位接种辉瑞疫苗的人 相隔6天之后 美国纽约州的护理师林赛 也成为全美施打疫苗的第一人 象征全球防疫作战进入新的转折点 可是随着疫苗陆续上市 各国买掉的疫苗数量却极度的不平均 纽约时报就统计 所以富裕国家像是加拿大 购买的数量已经足够全国人民施打6次 但在另外92个贫困国家当中 只有不到两成的人口可以接种疫苗 在疫苗研发测试过程中 因为没办法百分之百保证哪一支疫苗可以成功 所以富裕国家为了分散风险 大部分都购买不止一家药厂的疫苗 不过如果把所有不同临床试验阶段 已经被预定和还没有上市的疫苗都算进去的话 欧盟买的数量可以让所有会员国民众接种两次 英国和美国人可以施打超过4次 加拿大人甚至可以接种肺炎疫苗高达6次之多 那目前疫苗的产能和产量还是很有限 如果依照现在的进度 第一收入国家可能就要等到2024年才有办法达到全民接种 我们只能不能接受一个世界 有些人都在背后 由世界卫生组织全球疫苗免疫联盟 还有流行病预防创新联盟 所主导的COVID-19疫苗全球取得机制COVAX 成立目的是确保每个国家都有公平取得疫苗的管道 到目前COVAX已经纳入9支实验性的疫苗 目标是在2021年底分配至少20亿剂的疫苗 给加入COVAX的168个国家包含台湾在内 为了解决疫苗分配不平等的问题 世界卫生组织和两个微软创办人比尔盖茨支持的非盈利组织合作 保障92个穷困国家可以获得10亿剂的疫苗 不过能不能募到足够的金额来购买疫苗 到目前还是未知数 而即使买到了每个穷困国家分配到的疫苗数量 其实也只够不到两成的人接种 人民疫苗联盟就呼吁 疫情之下不应该是一场各国之间 争夺疫苗的战争 We will make those formal requests through the WTO tonight We've applied at every step of this journey all of the appropriate processes, procedures and courtesies to the manner in which Australia and Australian industries have engaged with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nd their Chinese counterparts 十二月十六号澳洲宣布针对中国对澳洲大麦 加收百分之八十的惩罚性关税 向WTO世贸组织提出正式申诉 这是今年在北京当局对澳洲产品进行一系列的经济制裁之后 澳洲首度提出的反击 从今年五月开始,中国对澳洲大麦征收百分之八十的进口关税为期五年 而不止大麦澳洲出口的棉花、海鲜、糖、木材都受到中国的制裁 到了十一月底,中国又再针对澳洲葡萄酒客增高达百分之两百一十二的反倾销关税 过去十年来,中国一直都是澳洲最大的贸易伙伴 占澳洲整体贸易出口额的三成 近年来,因为澳洲在南海议题、香港反送中、华为5G等议题上站在北京政府的对立面 中澳关系就此陷入紧张 今年五月,澳洲要求调查疫情的起源之后也引发中国的不满 因此对澳洲发动一连串的经济制裁 根据澳洲农业部的评估 如果中国继续对澳洲大麦加增百分之八十的关税的话 到2025年,澳洲大麦的产值将减少三成 相当于减少近22亿美金的出口贸易额 但同时,中国也传出对澳洲的煤炭开刀 根据北京商报报导 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12号公开表示 为了要稳定国内的煤价 中国将战略性减少高价煤炭的购买 问题是,澳洲不但是中国最主要的进口煤炭来源国 而且售价也相对昂贵 因此这项决策等于是实质杯葛澳洲的煤炭 澳洲总理莫里森就表示 如果报道属实 对中国和澳洲将会是一个双输的局面 不只违反世贸组织的规定 也违反澳中彼此之间的自由贸易协定 好啦,以上就是最近值得注意的国际新闻 未来这个系列将会朝一周发两支芯片来迈进 希望帮大家更快跟上国际时事 各位直升,我们下回见 最后还是要感谢所有付费支持我们的频道会员们 尤其是干年干妈等级的会员 王毅顺,周轩后,资琳丽,酒面 映中豪,张宇安,炒饭小子 王俊哲 金爪机械,Jason Lin,卫川仁 K,民事科技有限公司 查克苏照相馆,台提菜,苏阿万 谢谢你们,谢谢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